好,今天在我們節目當中呢,非常高興可以邀請到這位男生喔,雖然說他的外號叫做小花,不過呢,他的才華也是非常多,他會音樂創作啦,又會主持,而且講話口齒非常清晰喔,一起來讓我們掌聲歡迎我們的小花,趙鵬飛。 哈囉,大家好,史考特,你好。 好,也跟我們的Kiss一把照的觀眾朋友打個招呼吧。 喔,哈囉,哈囉,你們好,我是小花,趙鵬飛。 好,為什麼,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吧,為什麼你會外號叫做小花呢? 呃,因為其實呢,就是,呃,除了就是主持人剛才講到貌美如花之外。 欸,很有志心,不錯。 沒有啦,就是,呃,想說就是,因為其實男生嘛,就是,呃,叫小花的比較少,然後我覺得其實可以讓別人記住我,因為我是一個,比較喜歡有存在感的一個人這樣,所以呢,我覺得叫小花可以讓大家記住我這樣子,我覺得是一個好的地方。 所以就,當時也沒有想說要別人知道,後來就是,不知道為什麼比賽的時候給一個朋友講了,結果那個朋友大嘴巴,然後就是到處給別人說,然後我就,呃,小花好的,這叫小花。 就外號就這樣被製造,傳開了就對了。 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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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 好,可是你其實本名叫做趙鵬飛,對不對? 嗯,嗯。 好,好,最近也發行了自己的首張的專輯叫做… 誰家曖昧? 非常好 因為我剛已經講過了我們這位小花人趙鵬飛 他會音樂創作 而且又會主持 曾經擔任過節目的主持人 電視節目也好 廣播節目也好 沒有 他是電視節目 但是是一種比較資訊類的 當然還沒有你們主持人厲害啦 沒有啊 聽你講話非常清晰 謝謝 因為呢 就是比較 其實我畫比較多這樣 特別是熟了之後就畫更多 就是畫老一樣這樣 所以我覺得 嗯 其實 這是一個鍛鍊啦 對我來說 要不要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是來自於哪裡 到哪兒來的呢 呃 我是 其實沒有欸 我不是北京來的 哦 不是北京來的 對對對 我是那個四川人 四川人 對 四川人 然後我們那邊呢 就是 嗯 其實講話也是比較南方一點的 它不會有那種 咬聞訣章那種感覺 它沒有 然後所以呢 其實我還蠻適應台灣的這種習慣 講話的方式什麼的 嗯 那有沒有發現說 自己來台灣之後 對台灣有沒有什麼樣的感覺 我來台灣之後啊 就覺得大家都很熱情 然後覺得 嗯 不會像是在一個很陌生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我非常開心能夠融入這種環境 我覺得 台灣的環境是非常友好的 我覺得很棒 ye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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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 yeah 自己的快乐